香港是国际知名的大都会 同时也是七百多万香港人的家园 但是地小人多所引起的房屋问题 已经变得非常严峻 事实上香港的楼价之高 真是灌绝全球 研究指出 香港私人住宅楼价 比伦敦高38% 比纽约更加是贵68% 在过去的15年间 香港楼价升了超过一倍半 但是家庭收入中位数 只是增加了四成左右 根本就追不上楼价飙升 难怪很多香港人只能够忘流轻叹 香港人不单止住得贵 还住得小 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 只有大约170平方尺 只是亚洲其他城市 例如上海、新加坡、深圳的三分之二 甚至是更少 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 香港有237万个家庭 其中一半是业主 而另一半就是租户 当业主和租户的资产拉得越来越远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自然就会引发社会矛盾 政府施政也会变得困难重重 香港的住屋问题真是千事万流 只能够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报告建议 先为合资格的公屋和居屋住户 争取机会成为真正的业主 现在香港有45万个家庭都是居屋 或者公屋租资计划的住户 他们有业主之名 但是就未必有业主之实 分别就取决于他们补了价 还是未补价 补些什么价 就是补回买楼的时候 还未付钱那部分的价值 补了才有全部业权 可以自由买卖 举个例子 在2005年 政府将一个市值200万的居屋单位 用7折的价钱 给了一个家庭上车 由于有政府的担保 这个家庭可以在银行 做到九成半按揭 所以这个家庭 只需要先付7万元首期 之后再供美数 至于剩下的三成 即是60万 就是未补价的金额 如果10年后 楼价上升 这个单位由200万升到500万 当日未补的60万 就会按比例升到150万 即是说 居屋和造自计划的住户 要成为真正的业主 就要追赶一个不停浮动 甚至是水涨船高的目标 也因为这样 现时政府实行的居屋和公屋租借计划的保价政策 都是缺乏支持的 事实上 现在32万个居屋单位当中 就只有22%选择保价 至于12万个租借单位 就只有1%保了 为了令更多香港家庭能够成为真正的业主 分享香港繁荣进步的成果 团结香港基金 倡议政府推出补贴置业计划 我们建议 日后所有新建的公屋 全部都以提供置业机会为目标 可租可买 也可以先租后买 政府依然会用折扣价出售单位 折扣率可以比现时居屋的7折更优惠 可以考虑6折 甚至是5折 我们也建议采取全新的保价政策 将保价的金额锁定在入住时候的水平 等住户不用再追一个不停浮动 难以掌握的目标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个新建的公屋单位 市值是400万 政府用市价5折出售 住户只需要用200万就可以上车 在现行的保价政策之下 保价金额会随着单位市值的浮动而转变 有上有落 我们建议 以后未保价的金额 不论单位市值升跌 都是锁定在入住时候所欠的200万 锁定了保价金额 住户就有清晰明确的目标 可以更好规划自己的财政和其他需要 以上讲的是建议政策的大原则 大家可能会问 楼价升的时候这个政策当然好 但是跌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设计减低风险的机制 我们可以讨论下不同的方案 例如先打折后锁定 今天的楼价偏高 政府可不可以用未保200万的白折 即是160万作为锁定保价的金额呢 又例如买入价封顶 一口同市价互相比较 以价低者为准 即是说 如果楼价升到500万 保价就仍然是入住时候所欠的200万 而如果楼价跌到只有300万 保价就会是市值的50% 即是150万 当然 我们也可以考虑新加坡的模式 即是无需保地价 不过我们估计在香港推行这个方案 就会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了 这个补贴置业计划 还有其他细节需要进一步研究 例如 保价的金额需不需要计利息呢 如果要计的话 应该跟市场价计算 还是应该收给市价低的利息呢 这个全新的方案 应该只是用在新建的公屋和居屋 还是应该覆盖现存的公屋和居屋呢 选择先租后买的住户 我们是否应该设定一个期限 或者为他们提供一些诱因 吸引他们早点成为业主 帮助推行政策呢 有例如 我们是否应该提高 保贴置业计划的入息限额 令到更多人受惠 特别是年轻人和夹心阶层呢 这些都是值得社会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总结来说 我们深信保贴置业计划 有以下几个好处 对受惠的家庭而言 市民可以灵活地选择租住还是置业 也都可以更好地规划 自己和家人的财政 对社会来说 基层市民可以有做业主的机会 日后更有机会扭换扭 提升居住水平 对市场来说 当越来越多公屋和居屋的住户 成为真正的业主 而他们的物业 也都可以在市场自由流转 买卖出租 市场选择多 效率自然更高 对广大的市民来说 如果政府能够透过这个计划 将资源投放在其他重要 而且有急切的社会开支 最终得益的就是广大市民 我们相信 如果香港有八成家庭 都拥有自己的物业 长远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成果 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安定 更加和谐 今天香港面对严峻的房屋问题 贵根究底 都离不开土地供应的短缺 让我们一起先来看看 香港今天土地使用的情况 香港的土地有11万公顷 24%是已发展土地 有7%用来建住宅 另外有三分之二都是绿色土地 而郊野公园就占了四成 如果用已发展土地的面积计算 香港每平方公里就住了27,000多人 人口密度之高 在全球的大城市之中 就仅次于孟加拉首都达卡 和印度的孟埋 人口密度这么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土地开发的速度缓慢 在95至04年间 香港新增的土地合共有7,800公顷 但是过去十年就只有1,100公顷 事实上 移山填海向来都是香港发展土地最有效的方法 由1887年到现在 香港填海得来的土地就有7,000公顷 这些填海得来的土地就住了香港人口的27% 容纳了7成的写字楼面积 不过在近这十年 香港的填海工程几乎停顿 填了100公顷都不够 相比以前 每十年都填海填成过千公顷 减少了超过九成 香港减少填海 相反 新加坡在过去的四十几年 就填了14,000公顷 占了国土的两成 澳门在过去的百几年 就填了1,800公顷 占了澳门土地面积的六成 相比之下 香港在过去130年 就只是填了7,000公顷 占香港土地面积只是6% 时至今日 由住宅到写字楼 商铺 甚至是供下空置率 都源源低于回归以来的平均水平 甚至是创出新低 土地不足 不单只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 亦都全面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素 就用医疗设施短缺为例 我们担心 20年后香港会有200多万个长者 他们能否安享晚年都成问题 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呢 根据统计处资料 香港人口会在未来30年 突破800万 要容纳新增的百几万人 同时改善居住空间 和配套设施 再增加人均用地40% 增加适量的土地储备 我们评估香港未来30年 新增的土地需求将会超过9000公顷 9000多公顷土地 即是三个沙田新市镇的面积 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目标并不是空中流角 而是完全可以达成的 因为之前的20年 香港就成功增加了差不多9000公顷的土地 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加土地供应 增加土地供应是为了平衡供求 令楼价稳定 经济繁荣 而不够土地就真是万事不幸 我们需要土地建造充足的房屋 为排队的基层 劏房户提供尽快上楼的机会 我们要帮年轻人和甲心阶层 完成他们的自业梦想 我们要为未来200多万个长者 在新的医院、老人院、长者中心 又要为几万栋旧楼的重建 找足够的地方去安置居民 还要为经济、科技、文娱康乐发展 提供足够的空间 以上的一切 着着都需要土地 理想的土地供应 不是肩逢插针 而是大片的平地 就好像当年 我们积极开发的沙田 大埔、将军澳等等 今天已经是大家熟悉 自豪、规划完善的新市镇 有关土地供应 我们有几个建议 首先 政府必须大力增加土地供应 包括改变土地用途 和开发新发展区 长远来说 政府需要加速土地储备 因应市场迅速变化 解决供求失衡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延迷之急 社会各界实在需要务实 理性地考虑问题 当然 政府也要检视现行的官僚程序 拆墙松绑 提升效率 由于过去十年 香港都没有落实大型的土地发展项目 政府手头上可以用的土地 实在在所遇无几 2014年施政报告 政府总共选了150幅 有潜力建屋的土地进行改划 可以提供21万个单位 当中七成是公屋单位 只不过 到了今年六月初 政府只能够完成其中24幅的改划 只会起到21,000个单位 问题来自更改土地用途障碍重重 首先 居民可以反对 例如大埔 赤柱 总共有三幅地皮的改划 被城规会否决 而就算城规会批准改划 市民都还可以提出司法覆核 阻止改变土地用途 例如屯门 元朗 深水埗都面对这种情况 变数很多 以上所说的几个例子 就已经牵涉到7,000个住宅单位 其实 为了大局着想 大家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互相包容 和互相迁就呢 更加值得大家关心的是 就算政府能够成功改划全部150幅土地 我们未来5-10年的土地供应量 依然是非常紧张 所以 除了改变土地用途 洪水桥 古洞 元朗 和錦田的发展区 都是非常重要的项目 因为这四个新发展区 就牵涉1,700公顷的土地 可以容纳到56万人 长远来说 政府要建立土地储备 就一定要继续填海 我们说的填海不是维港 政府现在的填海选址 都在维港以外 其中一个主要的 是位于香港岛和大婴山之间 占地700公顷的人工岛 而早前 政府也考虑在长洲以南 填海建造一个 千几二千公顷的大型人工岛 这些方案 都是值得社会认真考虑 郊野公园和绿化土地 占香港全部土地67% 这个比例非常高 例如伦敦是38% 新加坡就只有8% 我们不是要用新加坡做榜样 因为我们都珍惜郊野公园 和绿化地的环保价值 但是 在土地严重短缺的情况之下 67%这个比例 是不是可以轻微调整呢 这个问题 是需要务实地讨论 不应该全盘否定 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禁忌 我们希望香港人 可以用灵活理性的思维 分析当前的形势 在维护大自然生态的重要前提之下 捕出适量的空间 以解言微之急 当然 就算市民支持 政府都应该力求进步 不能够固捕自封 我们建议政府拆墙松绑 改革现时的审批程序 例如 厘清不同部门的审批范畴 和统一审批标准 加快审批流程 规划处 是否应该改革综合发展区的制度 减少对发展的限制呢 有例如 地政总署试行保地价仲裁机制 但是整个保地价计算机制 是否还可以增加透明度呢 香港在80年代尾推出了一项 极大规模的玫瑰园计划 开发了不少土地 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国际机场 IFC和ICC商下 几条大型的高速公路和海底隧道 还有东涌新市镇 曾几何时 我们同心协力 发挥团结精神 我们勇敢承担 大步向前 为香港打造稳固基础 今天 我们面对土地严重短缺的问题 你又会怎样抉择呢